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Voice of Gore Media 今天是2019年9月1号 今天由文峰向大家做新闻简报 第一条来自苹果日报的新闻 标题是逆拳运动 警港铁站挥棍欧乘客 违吓精神病人 三难遭打爆头 卫生巾止血 警方昨天31日到港铁太子站 乱棍殴打手无寸铁的市民 有人头破血流休克 多名急救员昨晚目击数十名市民 躲在散镇后 被10至20名速农小队警员以粗言辱骂 以及无差别释放胡椒喷雾 及用警棍殴打 急救员主要治理车厢内三名 头部遗兽紧棍重创的男子 因急救包内 敷料用尽 危急之际 以市民借出的卫生巾急救 此外 现场有一名持白卡的精神病患者 遗受刺激 不停叫冒 要急救员安抚 为8至10名警员 竟包围该精神病患者和急救员 急救员直言 昨晚完全是721元朗孔席的班板 其中W先生表示 当时见到速龙小队戴上全副头盔及面罩 身上没有委认证 声称要拘捕散镇内的市民 不停用粗口辱骂 高呼 你们给我出来 同时释放胡椒喷雾及警棍殴打 以他现场所见 散镇内市民大部分没有穿黑衣 也没有指骂或挑衅警员 只是一再哀求停止攻击 在W先生身处的车厢所见 车上速龙小队攻击市民后 并无拘捕任何人 便离开车厢 该列车之后 飞站到旺角 向油麻地站开出 W先生表示 三名头部受伤的男子 外形上约20至30岁 伤口熟出血性创伤 头破血流 衣服沾满血迹 其中伤势较重了一位 伤口长约5厘米 另外两位伤口长大约3至4厘米 他于另一急救援前后用了十几分钟 才利用市民借出的纸巾、卫生巾等 初步为三人止血 当时已经封战了 市民无路可逃 就算拘捕 是不是要令市民这样受伤来拘捕呢? 列车抵达油麻地站后 油麻地站也已经关闭 W先生要求港铁支援 协助同时致电消防 消防处救护员 其后携轮椅抵达月台 进一步急救治理后 声称会将三名男子送到广华医院治理 不过现场有一位持白卡和复诊指的精神病患者 怀疑受刺激 不停喝骂警员和急救援 急救援阿谦尝试安抚之际 有高级警员怀疑不满被喝骂 指挥8至10位警员包围急救援记者和精神病患者 声称要聆听他们对话内容 阿谦无奈称遭两重警察包围 自己稍有动作便可能撞到警员 唯有不停提醒警员叫骂的人是精神病患者 因予以包容阿谦凯探昨晚车厢乘客举散保护自己 警员动物是根本无法辨认谁是示威者 阿谦说我的看法是整件事同721一模一样 一个无差别恐怖袭击 这个是我的角度 他指当时港铁已经封战 如果警员有心拘捕 市民无数可逃 无需挥棍攻击 无力还击的人 见到是无差别攻击 这个画面真的是挥之不去 他指在油麻地站 有多一位急救员加入失救 但最终该急救员遭警方拘捕 下一个也是来自苹果日报的新闻 标题是逆拳运动政府突叫停机铁 只顾堵截示威 乘客痛骂耽误行程 香港逆拳运动踏入第13周 今天有由网民发起的901机场舰行动 号召公众今天下午一点在机场巴士总站聚集 为压力测试机场交通 有车开车 无车搭车 有对救牌 政府和机管局下午一点半 突然叫停港铁机铁线入机场 香港站及九龙站的预办登机服务一暂停 有乘客痛骂政府和机管局 只顾配合警方堵截示威 牺牲乘客利益令他们耽误行程 下一个是来自香港独立媒体网络的新闻 标题是831恐袭比721恐袭可怕上千倍 笔者 陈浩辉 831恐袭比721恐袭可怕上千倍 这是一场比721恐怖上千百倍的国家级恐怖袭击 721的那群白衣人之所以可以这样为所欲为 主要是因为有政权的武装系统撑腰 但事后因为警报处不敢再支持他们 已经通通成为了被丢弃的避孕套 再也没有可能有721这种为所欲为的机会 而且向他们还击进行自卫 在法律上也是容许的 但昨晚31号参与袭击的恐怖分子 是香港警察 在宪政上是属于能合法持枪持卸的军事部队 他们跟黑社会不同 第一 他们事后不但不会被控伤人或暴动 反而会向他们攻击的对象控告暴动罪 第二 他们是合法持卸 第三 他们合法可以肆意使用武力 第四 向他们还击进行自卫 在法律上会住犯暴动罪 伤人罪及袭警罪 第五 他们可以随时上门拘捕你 可以把你丢上法庭送入牢狱 他们是为所欲为的暴受 蒙面 持卸 受法律保护 受制度所爱 受13亿人民拥戴 所以不要再问 跟721有什么区别 分别太大了 平民发动的恐袭 和国家级武装力量发动的恐袭 这两者的对比 后者必然是严重和可怕千百倍 被袭的对象甚至会被告暴动罪 很多次有冲动想这样说 但又不敢这样说 昨晚的831相信可以很合理的这样说了 今天的香港警察 与纳粹德国的亲卫队性质已经是很相似了 极度愤怒 不知可以说什么 但是9月1号入机场 9月1号入机场 9月1号入机场 下一则来自立场新闻 标题是 太子战殴打乘客 拘捕40人 警方说适当武力拘捕 不同意是入车厢打人 警察公共关系科高级警司 于凯军 在凌晨3点15分见记者表示 昨晚在太子战内的清场行动中 拘捕了40人 他们事先参与非法集结 刑事毁坏和阻拆办公 于凯军强调警方是凭专业经验 以适当武力制服在场人士 大家在荧光幕只是看到一个镜头 大家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我不同意警察 是进车厢打人的说法 于凯军指出 警方稍后会剪辑完整片段发放 于凯军说 在昨晚10点45分左右 有示威者在列车车厢 跟一名叫连长的市民发生争执 之后双方开始打斗 于凯军指出 较年轻的示威者 拿起硬物丢向在场市民 引起混乱 其后警察到场展开拘捕行动 他又表示 示威者曾经以偿的硬物攻击 又在当场据实更衣 乔装市民 提升了警员执法的难度 于凯军指 昨日各区都有极度暴力事件 行为令人发指 形容香港昨日经历了一场浩劫 警方必须阻止暴力示威者的违法行为 扬言不能让犯罪分子抬头 令社会倒退 在太子站的清偿行动当中 速龙小队和防暴警察冲入太子站越台 及列车 以警棍不停殴打车厢内示威者 有戴口罩穿白衣的市民一度跪地要求警察停止 但警察继续施放 胡椒喷雾 在月台上拘捕多名示威者 下一个还是来自立场新闻 标题是张建宗说 全力支持警队执法 鼓吹罢客急不负责任 昨日31号大批市民到各区集结 并与警察激烈冲突 警察再次办示威者做拘捕行动 并在太子站冲入车厢狂殴车上市民 政务司司长张建宗今日发表网制 重申政府全力支持警队严正执法 并斥激进示威者欲屈暴虐 社会各界应予以罪严厉谴责 对于明日将有人发动罢客 他批评这是急不负责任的行为 张建宗在网制上表示 昨日激进示威者暴力不断升级 向警方防线投掷砖头杂物之外 更以腐蚀性液体弹及汽油弹做武器 攻击警务人员焚烧防护水马 并在多处公众地方大规模纵火 威胁市民生命财产 社会各界应与暴力划清界限 并对暴力示威者行为予以最严厉谴责 特需政府全力支持警队严正执法 把法罪分子绳之于法 追究到底 对于明日开学 张建宗认为 有人鼓吹罢客是急不负责任的行为 罢客有违教育基本原则 我重申政府坚决反对罢客 他呼吁学生不要参与罢客 亦促请教师谨守岗位 让学校能如常进行教学活动和运作 下一个还是来自立场新闻 标题是警黑专政香港戒严 革命正式开始 香港几害革命已到了胶着状态 广共政权 无所不用其极 打压抗争者 其英权警察的武力愈发升级 除同弹外 所有能造成伤害的实弹皆已进出 被捕人士中有30名新屋领 拘留示威者被送院 又有多名女生传出遭不人道搜身对待 一方面林郑说要构建平台 一方面却故意流出紧急法的消息 意图恩威并重 借此下退示威者平息乱局 但在此之前 这一连两日 民政召集人陈子杰 光复元朗申请人中建平预袭 香港民族党陈浩天 香港重置黄之锋和周庭 立法会议员郑松泰 欧诺宣被捕 一系列袭击和大搜捕的目的是 让香港反对派因恐惧而噤声 警黑合作 昭然若揭 香港从此踏入警黑专政年代 白衣人变成思想警察 香港警察则变成公开特务机构 黑白两道同时为集权服务 变相进入当年香港戒严时期 当政府在民众运动 正望时抓捕 领袖人物 就等于对群众正式宣战 必然会引发一场革命 可以想象 短期内香港民间 并组成自卫队同时抗衡 警黑两道 而政府当然会打压 到时就得看法庭能否保持不偏不倚 但此刻战线一注即发 一连四天 831 901 902 903的马拉松市的 抗争与政府的应对措施 直接决定香港会否爆发真正的革命浪潮 而香港自由的沦陷 必然导致世界经济及政局变化 造成21世纪首次世界性排华潮 与香港的革命紧紧相扣 香港人一直信奉刻苦耐劳 坚毅不屈的狮子山精神 在如丝逆境下 逼着相信 最终港人必定能绝处逢生 战胜极权 就算面临排山倒海式的打压 也绝不放弃 这也是中共 港共所变错之形式 套句老共产邓中夏所写的诗 哪有斩不断的荆棘 哪有打不死的柴虎 哪有推不翻的山岳 你只需奋斗着 蒙勇的奋斗着 持续着 永远的持续着 胜利就是你的了 在此警驻香港 五蕴昌龙 最后一则是来自苹果日报的新闻 标题逆拳运动 Live 示威者徒步出东冲 过百防暴速龙小队尾随清场 不撤不散 香港人反送中抗争运动 已踏入第13周 今天有901机场舰行动 有网民发起号召公众 今天中午1点 在机场巴士总站聚集 网民表示要为机场交通 进行压力测试 有车开车 无车搭车 测试方法为排队战术 见到有队就排 人数 优势 取胜 不要单独行事 今天 15点26分左右 数名交通警察到场 与路轨范围截停一名男子 其间一度拉扯其头发 撞向墙 该名男子骑后被警员 抬上10吨 离开路轨范围拘捕 大约在17点05分 大批防暴警 聚集1号客运大楼 对开的机场路 他们手持盾牌 机枪 往东冲方向推进 右倾走路上的障碍物质水马 让马路上的车辆 及拖着行李箱的旅客 继续前往机场 另外现场有30名速龙小队成员 总警司装定嫌疑到场指挥 大约17点13分左右 现场消息指 防暴警已准备进行拘捕行动 大批群众立刻叫在场的所有人 加快步伐走出东冲 有身穿守护孩子字样的长者 密线往机场推进 以上是2019年9月1号的新闻 第二个小队 呢 下一个小队 议